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铺路无尸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咱们这一期来讲一个修桥铺路的故事 节目开始之前讲一个笑话 也是水浒校传里面有这么一段 说水泊凉山每月开会报告 然后宋江在上面底下众兄弟 在做财务报表汇报情况 首先是孙儿娘说哥哥最近生意不好做 客栈没生意,亏钱了 然后第二个是阮小七 他说哥哥最近打鱼太多了 鱼势不好,是吧 卖鱼也亏钱了 风浪越大鱼越贵 但是最近风浪不大,鱼不贵了 也亏钱了 哥哥也表示理解 然后又是李逵也说了 哥哥我们在关道上市的收费战也亏钱了 然后宋江一听怒了 你个黑丝 你拦路抢劫你也能亏钱 这是什么呀 这就讲李逵 黑丝拦路抢劫 收费战 咱们就跟今天这个主题联系上了 这个事情简单回顾 可能这一句话就能够把它给描述完 什么情况 几个关键字 2014年投入13万建成 然后行人和车辆收费1到10块 不等 14年开始收费 1到10块 很厚道的收费 附近村民不要钱151617分别交了1万元的罚款 18年10月 桥被拆除4年 19年2月 修桥主人以寻衅滋事罪拘留 19年12月 全家18口被判刑 如今村民出行要绕72公里 这就是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往细节看 咱们可以稍微多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发酵很久了 这是在哪里 这是在吉林 一个村民修了一个7.5米 宽1.5米的浮桥投入13万 大体上就是这一家人叫黄德义 他家里有兄弟5人 祖上都是以百度为业 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条河一直都没有一条正儿八经的桥 刚开始是几条铁皮船连在一起 然后就是说 到了2014年 又焊了13条铁皮船 搭了一个浮桥 然后一旦迅机水太大 或者冬天上洞了 桥就从水面上撤下来 一年能搭五六个月 你与其说这是在做生意 你要不如说也是在方便他人方便自己啊 自己祖上是做这个 然后像这种 我觉得这个附近的村民认为这种啊 百度都都是一些方便人民的事情 这种百度我也做过呀 小时候在老家的乡下是吧 没有桥的时候一艘船过去之后一人他几毛钱呢 啊你没钱的小孩你蹭你不给钱也行啊 都无所谓的事情啊 有有钱就是随便给你你你给两个对得起别人的利益钱就可以了 然后呢 到了2018年 这个腰南市水利局也非法建桥为由处罚 并强强制黄德义拆住富桥 那就拆吧啊 拆了以为没事了 然后又收到一个寻衅滋事拘留 然后他的哥哥及多位家人也采取刑事措施 刑事措施这事就大了呀 你又没有杀人放火 也没有坑毛拐骗啊 就刑事措施了 顶多也是一个民事纠纷呢 怎么就变成刑事措施了 就被人给害了 有人想在背后搞他 跟张雪峰一样背后冻人蛋糕了 马上咱们来说这个冻蛋糕的事情啊 然后就做出判决了吗 到2019年12月31日 然后就是说收了多少费用 这这几年总共才多少钱 才5万多 这很多吗 2014年到2019年 18年4年时间 一年才1万左右 一个月1000都不到 这赚了钱 这是暴力吗 这又不是贩毒啊 所以说你看黄德义提出申诉 觉得自己很冤枉 自己本来就投入13万 还没算这边账呢 投入13万 成本还没有收回来 从未强制收钱 全凭村民自愿 也不存在不给钱不让过的情况 好吧 事情到这里啊 然后村民迷茫了 桥没了路怎么走 现在就是说这个桥给拆了之后 把当地村民一样再过这个河 可能就得绕72公里 单程80公里 一下子多出快一半的路程 得花多花四五十分钟 来回油钱都得多花100多 你看看 这就是什么情况 私自建桥被罚款一发了之不应该啊 那好 聊到这里 咱们也该稍微说说自己的观点 事情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为什么说这个杀人放火金腰带 修桥铺路无事寒呢 像这种事情 你看它这个性质是什么呀 是村民自发的行为 啊村民自发行为 你有没有跟官方商量 可能这个之前这个过程啊 没有跟他们什么批文呢 没有啊商量呢也没有 那么对于这个政府来说 哦呱 你没有经过我官家的同意 你就自己就搞这个事情 你是不是不把我这些啊 当官的放在眼里啊 呃 你看这个地理位置 刚才我去上网查了一下 它是一个乡村位置 是一个穷乡僻壤啊 咱们也不能也不能说穷乡僻壤 搞得跟贬低人家一样啊 就是一个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 你要说要找这个城市啊 这个什么什么 离部门去审批 你这地方需要建桥啊 村民出行不方便呢 乡村地区可能上面又不重视 他自己可能啊乡里乡轻的自己去搞了啊 那么那些村官啊 那些乡乡乡乡里边那些小官 他们是权力越小 那么的价子越大 他们整人就越狠 那么对于这种乡里来说 我不搞 你自己搞啊 我看你赚钱啊 我眼红 他没有看这个村民黄德义 他投入了多少钱 他就看 我看你赚钱了 我看你我就不舒服 我就不爽 我就得搞你 我就得把这个钱给搞掉啊 那么对于那些乡里乡 对于那些乡政府的官员 他们有可能会打一个什么样的盘算 你这个修这个桥啊 你只投入14万 这不行啊 你这么搞的话 谁能赚钱呢 如果说要是以政府牵头来搞这个事情 你想想啊 这层利益关系 你想想 首先你得找这个成建公司啊 就是专门去修桥的啊 这些施工部门 跟他们沟通 这个桥该怎么建该怎么修啊 然后呢 再拿到这个市里面去审批啊 有关部门去审批 审批之后呢 你再找到银行 不管说是银行是贷款 还是银行这个批款 银行也要涉及 然后呢 再去建造 你看这里涉及到一些哪些乡政府啊 村里边的乡政府他们是不是要想从中捞一笔啊 然后呢 这个呃 施工单位是不是也想从中赚一笔 那不赚钱谁来干呢 然后政府审批 他们在想我批给你了 这个桥你建了 你是不是要得给我回扣 这就是一个利益环节 然后到银行这个环节啊 我这个钱 我不管说是财政啊 上面要求我拨给你 还是我贷款带给你 是吧 我这个银行的高管 我是不是咱们也互相打个掩护 我这边是吧 假如说你批啊 你要我批100万 咱们能不能改数字改成120万150万 这我得要稍微弄一下呀 然后这个数字本来一个十几万能够建成的桥 到最后可能我这地方我要吃一点 我再乘一两倍 那个地方我再要吃一点 我再乘一两倍 有可能这个桥到最后建起来之后 这个成本有可能会达到这个黄德义的10倍 甚至说100倍这都有可能啊 所以说嘛 一个可以让这个官家捞钱的一个项目 被一个村民自己给搞了 那就是等于说你动了 我这个奶酪了啊 那么你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了 看的话 这个权力啊 我就很傲慢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你自己去动工了 那就不行 那我还得去搞你啊 这背后啊 估计也有人去搞事情去捅楼子 因为你看这个事情的性质 本来是一个修小铺路啊 是一个呃方便啊 相礼相亲的一个一件好事啊 这是好事啊 人家也没赚多少钱 这么这么收回来 但是呢非要把它给拔升到一个刑事拘留 搞到一个全家都判刑的这么一个地步 这背后肯定是有人搞了啊 或者说有仇家 说仇家不太贴切 因为相礼相亲的总有几个啊 或者说我跟你关系好一点 我跟你关系不好 然后呢 跟他关系不好的 或者说以前啊 就是说这个结了愿吧 可能就要搞你啊 就算是没有出家 有些人看你过得好了 他也想搞你 甚至说有些人见你啊 别人都夸你 哎你这个人真真不错啊 是吧 你建了这么一个桥 是吧 没钱的都可以相礼相亲的 附近的都可以不用交钱 是吧 当有些人他看到你获得这种荣誉的时候 他都眼红啊 凭什么别人都夸他啊 凭什么让他去收获这种赞誉啊 然后在背后就搞事情 在背后把他给捅上去啊 你看这个本来是一个小事情 偏远地区啊 也不是什么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里面的事情 啊能够搞的能够搞到热搜啊 现在热搜都下架了 这件事情按理说 已经是过去了很多天了 但是呢 已经让人感觉有点匪夷所思 一定也太奇葩了啊 现在这个社会 从红楼梦里面能够看到啊 修桥铺路啊 吴诗海啊 杀人放火金腰带啊 这句话是出的红楼梦吧 我怕我说错了啊 如果错了 大家纠正啊 这就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啊 你权利 其实我有个朋友他是这么说的啊 关于这个中国这个不管是经济还是生活还是民生啊领域啊 政府只要你不管的领域啊 总会出现一些繁荣 总会出现一些老百姓会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一旦政府掺和进来 完蛋了啊 啊这个桥也被拆了 民众出行要多绕啊 来一来一回的100多公里啊 你说这个你找谁说理去啊 什么都要管 结果呢 什么都还都管不好 这政府啊 政府就不应该存在啊 稍微得延伸说一样一句吧 说到这个政府的傲慢 权力的傲慢啊 我个人认为吧 现在这种生产力以及通讯手段 这个政府没必要存在了 或者说象征性的小政府 可以了 我更倾向于小政府的这种民间自治 什么事情都我们自己说的算 不管说是医疗交通啊 教育是吧 就那种中国古代那种 乡绅啊 我办学校 我来修桥 我来铺路啊 我来做一些公益事业啊 我来请一些郎中 在常住在村里边 给新来乡亲看病 是吧 大家自己商量的解决 这就是一个很很健康的社会形态 在古时候的生产力没达到哪一步 交通通讯没达到哪一步 人们往往依赖政府啊 一个地方闹那个汉呆了 还是什么什么虫灾了 还是会发洪水了 依靠中央政府依靠他们来去 去集中力量来办事 但是现在呢 这个生产已经是到 生产力啊 科技到达到这一步了 很多事情你政府就别掺和了 你越掺和这个事情就越搞不好 好吧 可能说到这里呢 就延伸着说就有点多了啊 反正这个事情啊 好吧 那就先说到这里吧 好 感谢观看